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召开党团协商 议题针对昨天李明哲的妻子李静渝 北京行受阻事件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 计划昨天乘坐长绒航班 前往北京探视被中国拘押 二十多天的丈夫李明哲 不过抵达机场后被告知 其台胞证竟被中国当局吊销 北京行随即流产 李静渝赴京受阻后 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信 表示不会向中共强权哀求 会再站起来 不过他同时承认自己非常孤单 非常孤立非常孱弱 立法院长苏家权 今天向中国大陆发出呼吁 中国大陆应该寄人道的精神 要让李明哲的家属 或律师 前往探视 这个才不合人道的精神 第二 中国大陆应该尽速的将事实的真相 来向全世界升级台湾人民 做说明 尤其是他的家属 苏家权表示 立法院党团要凝聚共事 落会副主委邱锤正说 虽然我们可能还做不够 但是我们持续配合家属的诉求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 不过国民党级立委曾明宗提出 废掉陆委会和海集会 他说 没有错 现在的海集会跟都委会一点功能都没有 我们的民众面临这种情况 没有办法给予适当的协助 真的不如把它毁掉 另外呼吁中国大陆 也要给予李明哲 家属相关的协助 也要让李明哲有公开说明的机会 谢谢 这位国民党级立委还同时表示 假设这个事情我相信发生在马尊 事情脚都解决掉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 你看民进党的立委也好 都没有声音 你可以看看问问他们的讲话 谢谢 民进党级立委黄伟哲 最近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台湾重视人权 台湾重视这个 是一个有制度有法治的地方 所以呢 中国共产党就借着这个部分 想要引起社会舆论 想引起借着家属的眼泪 或家属的这个心情 想要逼台湾政府 来跟中国大陆来要人来谈判 评论认为 李明哲案 是对台湾朝野政党 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严峻考验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